第14號颱風燦樹來勢洶洶 短短一天時間就從行程變成強台 中央相局預測星期六會是颱風最接近台灣的時候 就怕風降雨大會影響到航運 因此台東離島客輪業者就公告 星期五、星期六兩天是全部停航的 9號也加開兩班次輸運 漁民們也趕快顧吊車把船吊上岸來防台 民生物資一箱箱運上船 把客輪貨艙塞得滿滿滿 準備送往台東離島為防台存量備戰 肉品菜類還有水果 以現在今天來講大概有250份 成長速度驚人的第14號颱風燦樹 在短短一天時間內從行程轉為強台 中央氣象局目前預估未來入境 暴風圈將會籠罩台灣 而週六將會是最接近的時間點 就怕到時風降雨大影響輪船行駛 台東離島客輪業者發公告 9月10號、11號 也就是週五、週六兩天船班全數停駛 並提早在9號加開兩班次輸運旅客 因為今天海巷應該還好 當天來回而已啊 下次有機會再好好在島上停留個幾天 船班移動打壞遊客規劃的行程 不免有些掃興 但面對強台扣門沒有大意的本錢 尤其漁民更是謹慎防範 一早就來到漁港 用繩索固定船隻 甚至雇來吊車 將船吊上岸防台 因為我們是小竹子怕被撞壞掉 我們就連絡吊車來吊 吊起來比較安全 參數颱風來勢充充 目前以每小時15公里的速度 向西北溪前進 預計最快9號晚上發布海警 10號下午發布陸上颱風警報 民眾務必提前做好防台措施 記者沙沙蕙 台東市報導 疾頭 雙三